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最典型的以色列犹太民族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足够的强悍 最终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谁也不敢欺负 还有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如此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 最典型下面这个民族 虽然非常庞大 但却是世界唯一没有自绝权的民族 而且被中为三大民族压迫 多大几千年 这个民族就是中东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是古代米底亚人的后代 也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从规模上来看 库尔德人总人口数量超过三千万人 按照这个体调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民族 我们看到欧洲很多民族 甚至只有几百万人 卢科索沃人 马其顿人 卢森堡人等等 库尔德人的数量放在欧洲 绝对是排名前列的大民族 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大民族 世界上人口不足三千万的国家 有一百多个 很多比库尔德人弱小 数量少的民族都获得了自决权 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或者独立 或者加入其他国 因为一个人口庞大的民族 只要团结一致 聚集的力量那是无法抵挡的 所以自强方能决定自己未来 但是唯独库尔德人例外 如果论实例 三千万人的库尔德人绝对不可小觑 但是库尔德人的现状 是几千年无法独立建国 即使到现在也没有自决权 至今仍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库尔德人在中东 几乎是被阿拉伯人 福尔西人和波斯人为欧 压迫都大几千年 很多人不明白 库尔德三千万人 最起码比以色列几百万要强多了吧 如果绑在一起 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利比亚 卡塔尔 阿联酋等国 甚至不比伊拉克 或者去 利亚差 但是为何就是没办法自决 没办法获得权力呢 而且还被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 波斯人欺辱了千年 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库尔德人的问题 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其民族的问题 那就是不团结 可以说 如果库尔德人三千万人 图去团结起来 即使阿拉伯人 波斯人和土耳其人连手打 都讨不到半点好处 毕竟三千万人的力量 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办法阻挡的 但是库尔德人几千年来 无法自决 就是内部永远无法团结 库尔德人还是遵循部落制度 三千万人被分成成百上千的部落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 而酋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别说一起团结了 经常还是内部争斗 内部消耗 而这么多年 也没办法产生一个伟大的领袖 能够统一这些酋长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个民族自己不团结 自然最容易被打击 欺辱 在清朝末年 我妈 中华民族不就是如此吗 因为内部的分裂 不团结 被列强 任意欺凌 库尔德人未来想摆脱了人 只有内部真正团结起来 才是唯一的途径 否则即使有大国的帮助也是没用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